作为西班牙王室重要的一员 莱昂诺尔公主从小就受到特别的保护 对于为在身边的警卫 她也早以习以为常 随着年纪的增长 莱昂诺尔公主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一而人们也非常担心她的安全 前段时间 在结束了宣誓仪式之后 她还和同学在汉堡店寄了餐 在这过程中 就是有两名保镖全程贴身保护 那么只是国家吉祥物的王室成员 需不需要安保服务呢 其实王室成员也会面临各式各样的风险 在1995年 胡安卡洛斯一世就差点被暗杀了 当时恐怖分子将定时炸弹 放在胡安卡洛斯一世的阅兵台上 信号及时发现才避免了悲剧的发生 在担任西班牙国王期间 胡安卡洛斯一世就躲过了多次的暗杀 尽管今时不同 往日不过作为公众人物 王室成员也需要承担各类风险 因此西班牙才会为王室分配300名安保人员 西班牙王室安全局 隶属于王室总秘书处 安全局永久负责王室的安全 西班牙王室安全局 是在皇家宫廷机构创建的基础上设立的 原则上 王室成员的安全是由皇家卫队负责 不过之后修改了法案 建立了另一个部门 后来将皇家卫队和王室保镖联合起来 为王室提供专业的保护 那么成为西班牙王室保镖 需要什么条件呢 首先要成为西班牙王室保镖的首要条件 就是年龄不能超过38岁 他们还需要掌握多国语言以及电脑技能 这种技能当然不会是普通的电脑技能 除此之外 他们还得经过专业知识的测试 以及各类体能的测试 在首轮筛选过后 应聘者必须经过心理测试 还有升级版的体能测试 这些成绩都合格之后 应聘者才能参加内部课程培训 这些培训会持续30天 坚持下来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王室保镖 对于王室成员来说 保镖几乎是全天候陪在他们身边的人 也是最熟悉他们的人 因而莱莉奇奥王后 才会要求女性保镖来保护她的安全 因为她觉得你保镖会让她更加的舒服 你保镖也会更加的贴心 按照世界报的报道 通常保镖会先了解王室成员的行程 这里面包括如何部署路线 以及会有哪些隐藏的危险因素 王室成员会遇到哪些人 他们可能会移动的区域都需要掌握 在军事学院学习期间 为了锻炼女儿 以为了展现王室的亲和力 比利时国王菲利普就将女儿的保镖撤走 不过菲利佩六世并没有这样的想法 在中学期间 菲利佩六世夫妇就将保镖安插到女儿的学校 以保护女儿的安全 据一位消息人士透露 在圣玛利亚的洛萨罗萨莱斯上学期间 菲利佩六世就特地为莱阳诺尔公主和索菲亚公主 安排了几名保镖 如果国王全家都要去电影院 他们还会为特工保留座位 在前往英国威尔士的大西洋世界联合学校上学期间 王室已为莱阳诺尔公主安排了保镖 不过没人知道具体的细节 因为西班牙女王储国外留学的安保工作是机密实践 因而不会对外公布 莱阳诺尔公主回到西班牙之后的安保工作相对轻松一些 毕竟她可以和其他同学一样 过周末还可以参加聚会 享受在有限范围内的自由 相对于正式的重要场合 王室成员私底下的安保服务会更加的宽松 之前有人拍到费力佩六世和索菲亚公主 悠闲的在马列卡岛帕尔玛市长广场散步 他们的后面只跟着两个特工 这两位特工也是休闲的打扮 据统计在发达国家每个人的一生 平均会经历三次暴力侵袭 这仅仅是普通人群的统计 因而在无法排除危险的因素时 他们只能依靠保镖为他们提供的安全服务 帮助 感谢观看